餐台上滿滿的便當 這不是一般的便當店 而是飯店在疫情下的奇招 將原本旗下最夯的自住餐廳 化身大型外賣專門店 原有的取餐台 作為餐盒乘列架 冷熱商品分區分類 從便當到生魚片 又超過30款料理 一旁還有飲料跟冷凍專區 來到飯店好比賣場 選擇相當多元 吸引附近住戶跟上班族 逛一天就狂鄉超過2000個便當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業績是有成長一到兩成左右 主要的話是因為消費者 可以在這邊選到 大概有30幾種的便當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的話 有點像是逛大賣場的感覺 藉由平價便當的方式 來彌補一些業績 讓疫情度過之後 飯店還是可以持續的經營下去 另一家飯店集團也要求生 集合旗下三大品牌的主廚團隊 將數十款經典江澤料理 變成冷凍外帶宅配包 在家只需要充分覆熱 就可以輕鬆享用 新極主廚美味 因應這次就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飯店這邊有推出 比較人氣商品的一個 個人化真空包 那也有合菜的一個料理 那整體的業績 大概可以成長兩成左右 疫情之下飯店大受衝擊 沒了住房也不能內用 業者靠外帶外送美食 至少還有現金流 來應付基本開銷 穩住整體營運 三一選許之雄方向 該項人張懷茨 台北報導